日本人对存钱是怎么看的? 日本文化中,存钱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。 以下是一些日本人对于存钱的看法。 储蓄意识强烈 日本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储蓄意识 认为存钱是一种负责任和稳健的行为。 这种观念在家庭中尤为突出。 人们努力储蓄以确保未来的经济安全。 为未来规划 存钱在日本被视为为未来规划的一部分。 尤其是为子女的教育、医疗费用、退休生活等方面。 这种长远的规划使得储蓄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共同行为。 防范风险 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和个人风险时。 日本人倾向于通过储蓄来建立一定的经济安全网。 以应对突发事件或经济困境。 节俭生活,节俭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。 人们习惯于精打细算,避免浪费,从而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。 银行存款,在日本,大多数人选择将储蓄存入银行。 日本的银行系统一直以来都相对稳健。 人们对银行存款有较高的信任度。 总体来说,存现在日本社会中被看作是一种理性和谨慎的行为。 与个人、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。 然而,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, 一些年轻一代也开始更加注重投资和理财。 寻求更多的资本增值机会。